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今天的视频我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化妆包 它的造型和之前还是有所区别的 它的口子有一个木耳边的造型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的制作方法 先来和您介绍一下材料和具体的尺寸 包需要用到一个拉链 这个拉链长度是18厘米 这是包的面子部分 那包的底部我烫了一个花边 这是包的里子部分 包的具体尺寸和图形会在视频的最后展示给大家 在这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化妆包铺棉烫一半 这里因为有褶皱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里不能烫铺棉 那么图纸当中灰色的部分就是烫铺棉的部分了 下边是连着的 整个材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两片 那么我们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制作的是带口部分了 我们用手缝的方法 把带口的这个位置抽褶子 里子 面子 两端 那就说我们需要缝约四个地方 缝得粗点的话 那你褶子就会大一点 缝得紧密呢 抽的褶子就会细小一点 现在四个边呢都已经抽好了 那这是里子部分 在这儿呢有两个点 需要和大家交代一下 那这个是要抽多长呢 其实这个长度啊 正好就是拉链的长度 第二个呢 在您抽的时候 记着一定要留出缝缝来 因为一会儿我们是要 折叠缝在一起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缝纫机帮忙了 我们呢 先把半根拉链 固定在刚才手缝 抽褶子的位置上面 这半根拉链呢 咱们就装上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里子正面和面子的正面相对哈 咱们开始缝纫这个边 那这个边呢 咱们只缝到拉链部分 这边要缝 下边也要缝 现在两端呢都已经缝上了 这儿是藏着的哈 我们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 这里有半根拉链 那边没有拉链 相对的位置 在这儿把另外半根拉链也装上 现在两边拉链都车好了 那我们把它翻过来 面子和面子相对哈 这个四个边对齐哈 这条侧边把它缝上 那下边的部分呢 是这样进行缝合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包边袋给带上哈 全部要用包边袋 把它包裹 包包里边的一个侧边 已经缝好了 这时候一定要把拉链头给装上 好 拉链头已经装上了哈 那这边的缝上方法 和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缝上包边 里子的侧边包边都已经做好了哈 现在我们通过拉链把它给翻出来 那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作的感受 没做之前呢 我认为抽枕这块是个难点 现在做完了呢 其实啊 装拉链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按照视频中的次序那样制作 口袋呢 才会被做好 不然的话 还有可能造成口袋会无法完成 好了 这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